以色列终于找到了海上拦截无人机的最佳方案 C穹顶首次实战应用 在埃拉特成功拦截敌方无人机 这个C穹顶也就是舰载版的铁穹 按照以色列的说法 拦截成功率可以达到90% 以色列国防军4月9日宣布 萨尔6使用C穹顶防空系统 成功拦截一架入侵埃拉特的无人机 4月8日 埃拉特地区响起无人机渗透警报 以色列海军迅速追踪目标 并使用C穹顶将其击落 两枚导弹先后击中目标无人机 这是C穹顶自2022年11月部署以来首次实战 铁穹自2011年首次实战之后 以色列就一直想把该系统搬到军舰上面 事实上也的确这样做了 问题来了 C穹顶的实际性能如何 与美军的海拉姆 以SSM相比又有什么优势 最初的时候 以色列直接把整套铁穹 移植到导弹艇和轻型护卫舰上 用的还是倾斜发射架 不过这种模式有一个问题 无法改变拦截方向 在地面使用倾斜发射架没问题 毕竟拦截的方向只有一个 但是在海上需要面对的是全方位的威胁 如果敌方向同一个方向发动连续攻击 在保证攻击密度的前提下 严惩攻击持续时间 那么负责这一方向的拦截弹用完之后 其他方向发射装置就无法支援 很难补齐火力空白 所以后来以色列就换成了锤发 326上面的C穹顶 实用的就是垂直发射系统 与陆基铁穹相比 C穹顶在拦截弹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性能基本相同 速度2马赫射程70公里 配备了雷达导引头 与主动激光近扎引信 不过在设计上 C穹顶与铁穹完全不一样 铁穹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多功能雷达 作战管理系统和发射装置 而C穹顶防空系统 没有单独的雷达和作战管理系统 用的是326的舰载雷达 与指挥控制系统 好处就是C穹顶 可以直接与326无缝集成 而且有了326的雷达 C穹顶可以实现 更强的拦截性能 326的探测距离更远 其可以搜索250公里内的战机目标 或者是100公里内的高空火箭弹 并自动锁定25公里以内的 略海反舰导弹 有了情报优势 拦截效果自然更好 按照以色列官方的说法 在拦截敌方炮弹和火箭弹 C穹顶的成功率高达90% 发射成本为5万美元 虽然与拦截的火箭弹相比 这个价格有点高 但是与海拉姆ESSM相比 那完全可以说是物美价廉 C穹顶 海拉姆ESSM 这三者对比 如果仅从制导性能来说 那么海拉姆无疑是最强的 C穹顶ESSM还需要别人指挥 而海拉姆可以直接上 海拉姆系统的设计理念很简单 就是用一个简单的多管发射平台 向目标区域齐射防空导弹 当前的海拉姆系统使用的是 RAM-116导弹 直接应用了AM-9X的战斗部 导引头 火箭发动机 可以说只要是美国空军 对AM-9的升级不停 海拉姆就能得到性能更强的导弹 而且由于导弹全程射后不管和被动制导技术 海拉姆系统的制导部分能大幅度简化 可以独立作战 并且不受雷达火控通道的限制 海拉姆可以依次射出全部导弹 拦截不同的空中目标 在拦截单次大密度反舰导弹时很有效 反观ESSM与C穹顶 还需要舰载雷达指挥 其中C穹顶的工作流程就是 拦截弹发射之后 头部的雷达可以根据目标修正自身位置 在末端捕获目标之后 拦截弹会根据自己的雷达导引头 主动跟踪获取目标信息 并配合主动激光进炸引信引爆战斗部 以拦截敌方火箭弹 除了爆炸前的两秒 拦截弹可以自己控制 其他都依靠326的舰载雷达 而ESSM的IM-162 Block-1中途是惯性制导 需要保持连续的中段修正 中端则是半主动雷达导引方式 升级到Block-2 加装主动雷达导引头之后 但还是需要导弹火控 与舰上的搜针雷达相交连 所以在对抗大规模宝核攻击时 海拉姆才是大哥 而且不依赖舰雷达也有其他的好处 如果美军舰台导弹被制盲摧毁 在其他防空导弹无法使用时 军舰至少还保留了一种基本的防空手段 不过射得快也有坏处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弹药消耗快 需要多次填装 同时因为海拉姆强调独立作战能力 无法利用舰上的情报信息资源 在完成拦截后就会自动关机 舰上雷达无法提前将目标参数传给海拉姆 后者还得用自身雷达再搜索一次 浪费了一定的拦截时间 并会增加措施目标的几率 而使用舰载雷达的C型艇 在拦截速度上更快 在敌方火箭弹发射5秒内 326就可以锁定目标弹道信息 然后对其进行拦截 可以抵御多个方向的宝核攻击 一套C型艇可以保护半径约150公里的空域 并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 而且与ESSM C型顶相比 海拉姆还有一点完全不一样 美军当前的海拉姆 与密集阵集成属于倾斜发射 不能应对全方位的威胁 而ESSM C型顶都是锤发 当然锤发也是有区别的 C型顶虽然采用了锤直发射系统 但是不能一坑四弹 而ESSM可以 该系统一个锤直发射筒 可以装载四枚导弹 舰艇的防空火力密度大大提升 而且通过部署ESSM 美军可以减少标准2导弹的数量 增加海麻雀导弹的数量 从而提高持续作战能力 腾出的发射单元 也可以装备紧攻性导弹 军舰的可选择性更多 此外在拦截目标上 ESSM C型顶海拉姆也不一样 美军军舰的防空火力是分层的 从外到内分别是标准6 标准2中远程防空导弹 ESSM点防空导弹 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 最后就是密集真系统 在什么距离上用什么防空系统 ESSM的射程达到了50公里 飞行速度4马赫 主要用于拦截低空高速的反舰导弹 飞机和直升机的目标 至于海拉姆导弹 没得挑 飞行速度与C型顶差不多 同样是2马赫 但射程就短了很多 只有10公里 只能是有什么拦什么 这是海拉姆注定的命运 无论近方系统改建到什么程度 攻击距离太短的先天决舰 注定了其无法成为舰队反导的助力 不过美军正在为海拉姆 研发一种新导弹 用的是AM120D空空导弹 而不是原来的AM9X格斗弹 美海军未来可以在同型发射系统内 安装近程和远程 两种海拉姆导弹 海基版AM120D的射程 不会小于80公里 相比之下 C型顶的拦截目标是固定的 虽然326也可以分层拦截 但只有两层 巴拉克8拦截导弹 战机C穹顶拦截炮弹和火箭弹 而且这个火箭弹 与大口径自行火箭炮发射的火箭弹不同 以色列遭受的火箭弹威胁 大多都是本土制造的 简易低速火箭弹 这种火箭弹的性能一般 只能以量取胜 铁穹需要应对的就是此类目标 所需成本极高 C穹顶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不过以色列还打算 将铁穹拦截弹的射程 提升到250公里 估计之后也会用在C穹顶上面 等到这个时候 C穹顶的目标就不只是炮弹和火箭弹 最后就是成本的问题 虽说C穹顶的成本很高 但是与ESSM海拉姆相比 那就是价格低点了 美国军舰上没有便宜的导弹 海拉姆导弹单价97万美元 为了确保百分之百摧毁目标 也是双发拦截方式 但是这样一来 价格就涨到了接近200万美元 ESSM也继承了美军 好货不便宜的传统 Block 1还好一点 也就比海拉姆稍微贵那么一点 价格在114万美元左右 但是Block 2 因为采用更先进的导引头 价格直接翻倍 根据2021财年的数据 一枚ESSM导弹的平均价格 达到了179万美元 美军当时在红海的军舰 就是用标准2 ESSM等导弹 拦截胡载武装的无人机 这样对比一下 C穹顶5万美元的发射成本 好像就不值一提了 从这个方向看 C穹顶也有一定的出口空间 无人机兴起之后 海战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美军的防空导弹确实贵 但那是用来拦截 敌方导弹战机的 拦截无人机多少优点 大才小用 而C穹顶属于应对低成本 不对称武器的装备 拦截无人机 那叫做专业对口 比标准2ESSM更实惠 不过这个实惠 是相对于ESSM来说的 如果将10万美元的拦截成本 与几千美元的无人机 拿出来对比 那还是亏 所以针对无人机 这种点价目标 战舰最好的选择是激光武器 以色列就在研究 将铁树安装在326上面 配合C穹顶 法拉克系统 可以大幅度增加 426的防空性能 2014年起 拉夫尔公司在陆基铁穹的基础上 研发出碎穹顶防空系统 并在2017年 形成初步作战能力 2022年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成功拦截导弹 并对抗无人机 目前 以色列海军的325 326 都装备有射程100公里的 巴拉克8导弹 性能很好 就是价格贵 主要用来拦截敌方战机和导弹 但是以色列的国土面积较小 火箭弹就能对以色列海军 构成威胁 所以从325开始 以色列海军就开始加装铁穹 不过最初的时候 以色列只是将陆基铁穹 直接安装到军舰的直升机甲板上 后来才换成锤发 2020年12月 才服役的326 装备了两座碎穹顶防空系统 每个系统可以配备 20枚塔米尔拦截导弹 加上32枚巴拉克8 与16枚加百列反舰导弹 防空与火力直接拉满 当然了 426又有一定的缺陷 防空导弹虽然多 但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无论是巴拉克8 还是C穹顶防空系统 最高速度也就2马赫左右 虽然市装性极好 但齐拦截高速目标的能力不太行 遇上高超音速反线导弹 就好难受了 不过在地中海周边 与以色列敌对的国家 都没这个能力 326也就拦一下火箭弹 少一下石油钻井平台 这些还是可以胜任的 虽然已经是目前 最省钱的手段了 但仅从成本角度出发 还是太快 所以以色列还打算 为326配备铁树极光武器系统 舰载板铁树的功率 为100千瓦 不考虑电源重量的话 舰载板铁树重量为2吨 有效射程大约7公里 发射4到5秒后 就可以摧毁空中目标 拦截成功率高达90% 另外10%的失败 主要是受到降水 云层等气象影响 就威力来说 铁树可以有效对抗 来袭导弹 无人机 火箭弹 炮弹等目标 2022年3月 以色列国防研究 与发展局赫拉斐尔公司 就完成了 舰载板铁树 拦截无人机的试验 另外还有消息称 以哈冲突开始之后 陆基铁树就已经开始使用 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能在326上面 看到舰载板铁树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 C穹顶的性能 在舰载防空系统里 能排到第几名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